Hello 今天很開心 William邀請我過來 和他的朋友一起行單 高手雲集 所以我今天都有點害怕 我們今天會去泰國北坡 我自己都未去過 聽聞是有些驚險 希望大家也會照顧我 Yeah 我們其實會在泰國那邊出發 我們就走到舊山頂道那邊 將會接濟道去泰國北坡 我們來到香港公園 差不多要正式出發 我們剛剛經過泰國廣場 走到香港公園這個位置 William其實之前在我的頻道 已經出現過一次 就是日落石和一樹洞那段影片 就是他去一樹洞 然後呢 上來之後呢 之後呢 跌了電話下去 然後又要再下去那個 所以呢 希望他現在的電話是安全的 好了 他們不等我了 我要走了 拜拜 今次我們這個旅程 是由山腳走到山頂 再由山頂走到山頂 再走到山頂 所以 事不宜遲 今天的同行者呢 每個人都有跑開步 所以呢 最差的那個應該就是我了 希望我跟上他們的步伐 哇 做習慣運動的我 當然是不會落後得太多 這麼快我就跟上大家的部分 又太鼓桿場 走到山頂了 我們終於都來到山頂了 那我們呢 就會經到舊山頂道那邊 就下去 將寶濟古道那邊 重新再上山 各位都很努力地跑到山腳 再在山腳那裡 走到太平北坡上山頂 所以我也不敢怠慢 加油加油 好了 我們走到這個位置 我們又要重新再上山了 如果大家 不會經山頂那邊上 其實都可以在這裏上去 都可以 但以我所知 這裏 其實是 沒甚麼車 是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 地氣甲得道 那邊的 接駁位 走了一段 張寶濟古道 我們終於都來到 太平北北的上山位置了 我們經過一輪上山又落山之後 終於都又要重新再上山了 這個就是太平北坡的口 不是這裏 應該這裏 旁邊有一個樓梯級的床 就可以上去 我們走近一點 看一條樓梯 一級級都不算很難走 不過都很崎嶇 所以都要小心 平日我們去太平山 要是坐小巴 要是走非常好行的石屎路上山頂 今次經太平北坡上太平山這條路線 屬於較高危的路線 所以大家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行不行到才好來 這條樓梯級的路線 嗯 好了 我們繼續上去 太平北坡都有好幾條不同的路線 不過這次這條路線 就算是最安全的一條 但是都很驚險的 終於到來到第一個起動了 實不相瞞 這次的旅程 我都走到腳都震了 是呀 踩這條的 我踩這條的 是否踩這個位置 高一級都可以 高一級 是呀 應該吃力一點 是呀 那塊石穩不穩的 你那塊左手石 我現在在想 那塊石好像卡住那個位置 你會拉遠一點好一點 左手 拉遠一點那塊 有驚無險 我們又過了第一個險位 雖然今次我走到腳都震了 不過有這麼多高手輔助 都是第一次而已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回頭看下去都很值 不過他都有足夠的 下手下腳位 如果放高人的話 所以他們每個都這麼高 就肯定有好處 我長得矮 就比較辛苦 拍到我了 哈哈哈 我不會失手的 勁點 勁點 耶 喂 大佬 等你表演 快到你了 大佬 我最討人家叫大佬 小佬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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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擺上來啊 你看看他們每個都爬得多快 和多輕鬆 你看看我 又輪到我的笨絕show time 時間了 近望見到這個位 其實都有足夠的落手落腳位 就是值了一點 但是我們剛才第一個要爬上去的位 的落手落腳位 就沒那麼近了 見到各位高手 都要四腳爬爬 你覺得我 可以單手拿機 這樣一路走一路拍嗎 所以我唯有在高處觀望大家 過了三個比較危險的位之後 來到我們第一個拍照位 首先就是右邊這一塊崖壁 你看看我的手勢多好 拍到這位朋友仔有二百米高 剛才那塊崖壁的左邊 其實就是這裡的地標 鷹嘴石 見大家都過去拍照 等我都爬過去 安全上去 上完這個就好 那些船子 是嗎 OK 可以了 坐下之後就好 過去拍照 都要被人教了 怎麼走過去啊 你說我多差啊 好 我們拍完鷹嘴石之後 又沿路走出去 繼續上那條小路 基本上過了鷹嘴石之後 最難要趴爬的位置 已經過了 但我沒說過 我之後的路是容易的 只是沒有剛才那麼驚險 不過 臨上爐壓道之前 還有一個超級大哥要打 那裡真的完全考慮我啊 等一下告訴你 我們一號鏟上去 其實都有不少分支 見到前面這個大泥壁 我們又向左 加上我們來之前幾天 都下了少少雨 所以都見到 吐了好大的菇菇出來 不過來這裡千萬不要選 下雨天和雨後來 因為都好斜 好心好危險啊 我們那天 都在慢車邊出發到 過了這個直一點的位置 我們即將 就要打最後一個大哥了 相比起一陣的大哥 這裡簡直就吃生菜了 對呀 我們看一下威力人 第一身走這個位 其實都不算很難 臨打最後一個大哥之前 先拍一張美照 我說的最後的大哥 就是這個天橋底 過完這個天橋底 我們就可以接駁石屎路了 加油啊 先拍一張 先拍一張 看起來都穩陣的 不是很重 OK的 你直接扯 一二按上去 用手力 是 用手力 按上去 好 這樣可以 然後我跟著它上去 你踩這邊 踩上去 然後再拍一張薯枝 然後再拍一張薯枝 上去 一隻放下去 對呀 然後再拍一張薯枝 然後再拍一張薯枝 好厲害 一張薯枝 一張薯枝 你下山 下山 有激無險 我們終於上到來了 如果大家想用最近的方法下山 可以走左邊 去山頂那邊 乘車下海 不過我就是… 他們說去西高山藍隻 我希望我能夠做得好 但如果不是 後面那裡 剛才上來後面那裡 都可以 留回去 壓到那裡 小巴 就可以回到中環那邊 那 現在我就向前走 看看 他們藍隻那裡 因為之前 我都去過藍隻 所以 藍隻我就不會拍的 因為今天重點的行程 其實就是 打算拍這個太平白波 剛剛 都幾經驗一下 但我自己都應付到的 多虧很多人幫助我 好啦 沿路一直走 回合隊長 隊長說 有一個地方想帶我們去 留意左邊這條路 我們要走上去 究竟這裡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 我都沒去過 但他的入口位 都相當崎嶇 雖然一路走 都是這些岩巢大石 但相對於剛才太平北方 這些簡直的小兒科 好啊 除了岩巢大石 我們間中 都要穿過這些蜜林 究竟這個地方 是什麼來呢 待會告訴你 在蜜蜜樹林 不要亂按鐘 我們這裡要向左繼續 等一會 就快到就快翹了 不知道大家 能否認得到前面 這個發電的裝置呢 如果認得到的話 你可能就會知道 隊長即將要帶我們去哪裡 其實隊長是要帶我們去 真正的扯旗山 這個就是 扯旗山的隱形標高柱 不說都不知道是一塊 標高柱 其實隊長就是想帶我們來 觀摸一下這個小型的標高柱 留下網絡的圍景 更相當漂亮 欣賞完標高柱 我們又向左邊 貼著鐵絲網走 去下一個舒服的地方 這次真的特別明謝威力人 幫我拍了好多照 一直沿著鐵絲網走 我們就可以來到前面這個草地 好像很舒服 還好大風 上面的發電裝置 就是我們剛才 遠望見到那個 這個大草地 真的好舒服 又到了威力人的攝影時間 快點 但休緣一段 我們就向左邊的樓梯下去 再去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西哥山藍石 不過西哥山藍石 我這次就沒有特別拍了 因為上次已經去過 和英華了 西哥山藍石 沒有這次的旅程那麼驚險 但是同樣 都很好玩 餘下的路程 我終於都可以放下 攝影機 深入地享受一下 行山的樂趣了 我們去完太平北方 和扯奇山的隱形標高處之後 就會上來這個山頂公園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西哥山藍石 那邊去西哥山藍石 因為西哥山藍石那段影片 其實我已經拍過了 所以我接下來的路程 都不會再拍攝影機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到此為止 拜拜